大家好 这节课程我们继续来学习企业网站后台管理系统的相关制作 那么在上一节课程里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我们的这个后台管理系统 它的这个右边主体内容部分的一个框架的大件 那么我们主要用到了一个iFrame的标签 通过这个iFrame的标签 我们可以在当前页面加载其他的一个html的页面 进来作为这个页面的一个部分进行显示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要具体的加载我们的某一个这个菜单选项的一个设置页面 来作为这个主体内容部分的一个显示页面 也就是当我们点击左侧的这个菜单选项的时候 它对应的一个设置页面 会加载到咱们的这个右边的主体部分 来进行我们的一个相关的操作和管理 另外一个我们就是用到了一些相关的DNA加CSS 都举一的一些相关知识 也讲到了一些CSS使用的一些技巧 来完成像我们的这个点击左侧这个菜单选项隐藏的时候 我们如何呢 来将这个右边的主体部分对隐藏的部分进行一个填充 那么本节课程所要选项的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来制作一个主体内容部分的一个主页 当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后台管理系统的时候 那么我们mod呢 会进入到这个主页部分 那么在这个主页部分呢 会显示一些技术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的登录的这个账号的个人信息 还有一些信息的统计 比如说我们有多少会员 有多少文章 还有我们的系统信息 等等的这样一些信息 那么这个页面呢 是我们在没有点击左侧的这个功能菜单 这个时候呢 显示的一个默认的页面 那么本节课程所要用的知识简单也很简单 就是传统的咱们的这个DIV加SS布局 那么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开始来一步一步来制作这样的一个页面 打开工具 那么在这里呢 在这里我们呢 已经写好了一个iframe的一个框架在这里了 并且呢 将他的这个src指向了我们的这个men.html 那么这个src的意思呢 就是加载这个men.html页面 到我们当前的这个DIV里面来进行显示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index.html的一个部分 来进行显示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需要给他建立一个men.html的页面 那么我们这里呢 已经建好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来写具体的一个代码 我们首先可以来简单分析一下 这个页面分为左右两块 为什么要左右分呢 因为我们左侧部分他的这个里面的一些 一些内容块啊 他的这个颜色呢 背景颜色呢 是蓝色的这样一个颜色 而右边呢 是绿色的一个颜色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DNV 那么我们将他的class呢 设置为 这个这个值 然后呢 我们这里呢 写的是左边部分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给他添加上一个left的标志 注意到这里呢 要让他向左浮动 因为呢 这里我们是会计元素嘛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要让他左浮动起来 这样才便于我们的这个 右边的这个一块六龙呢 和他呢 在同一行来进行显示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这里面呢 有一个标题 是吧 然后呢 是具体的一个列表象 那么这里呢 跟我们的这个左侧的一个 菜单选项呢 很类似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依然可以通过 DL标签来实现 比如说这个标题呢 我们就写成这个我的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 那么在滴滴里面呢 因为他有多条内容 我们可以呢 给他签讨一个 无需列表 那无需列表里面呢 就写上我们的这些内容 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那么第二层呢 我们就写到第二个密标签里面 同样第三个也是 好 那么这样的代码结构呢 那么在这里呢 那我们应该多写了一个这个 符号对吧 我给他删除掉 同时呢 多了一个DLV 这样的代码结构呢 就实现了我们想要的 这样一个列表形式 那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给他的这个样式呢 他这个红色的背景呢 我们先给他去掉 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在关于red这里呢 把它删除掉 好 同理呢 在我们这里的其他的这个 一块内容的话 也是跟这个上面的这个结构 是一样的 所以说 咱们只要按了这个结构来写呢 就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么在这里呢 我已经把这个结构呢 给大家写好了 那我们直接复制过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粘贴 好 那么在这里 这一部分内容就代表了我们的这个右边部分 也是这部分内容 而在上面的呢 就代表我们的这个左侧的部分 那么现在我们刷新的话 就可以看到整个结构呢 是出来了 但是呢 比如我们没有给他书写样式 所以说他看起来呢 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所以说下面我们就要开始来写相关的样式 那么首先是我们的这个main.cl cl这样的一个css 我们给他的宽度 由于是分为左右两块 那么我们给他宽度呢 就设置为49% 我们说我们可以给他设置为百分比 然后呢 将他的右边距marking right 给他设置为0.5% 好 接着我们来写 由于是我们的这个左侧的一个 显示样式 他的这个背景呢 和右侧的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给他添加了一个 单独添加了一个left 这样的一个标 标志 就是我们的css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给他添加上 样式 在他的下面的这个 dtt dl 然后我们将他的背景颜色 设置为 我们吸取一下他的颜色是什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这里呢 有一个渐变 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就简单一点 给大家设置一个颜色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设置为这个颜色 当然大家要设置图片的话 也是很简单的 对吧 这个我们前面也讲不过 好 那么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 现在呢 颜色呢 我们给添加上了 然后呢 是我们的这个 标题 对吧 它下面的这个 我们将自己呢 给它设置大一点 它的size等于18像素 让它的这个航高呢 设置为21m 并且呢 将它的这个 底部的边境呢 设置为5个像素 那么由于呢 它整个的自己是白色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给它设置一个颜色 设置为白色 好 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编剧 这样 看起来就比较好看一点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它设置 它下面的 DL对吧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pading pading为5个像素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好 所以它这个一块 和一块之间呢 有一个间距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给它设置一个像下的边境 Marding Bottle 我们设置为10个像素 好 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 那么我们左侧部分呢 就基本上实现了 我们想要的效果 然后是我们的右边部分 这个右边部分呢 我们给它添加的 这样的一个 class 就是我们在这里 给它添加上 它的样式 然后是它下面的DL对吧 它的背景颜色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大概呢 给它设置为这个值 好 那么此时呢 我们来刷新一下 所以它现在这个 标题呢 它的样式没有设置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呀 我们只给左边的一个 它的这个标题设置了 是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给它把这个NAF的去掉 让它统一 都设为这个样式 我们刷新一下 好 那么我们想要的效果呢 基本上就可以实现了 对吧 其实呢 本类课程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通过这样的 html的布局 然后加上我们的 CSS的处理呢 就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 这种效果 好 那么本节课程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程呢 再见